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欢迎大家利用我们的一个免费call-in专线 0800-787-588 0800-787-588 call-in进来留下您想问的股票之后 现荣老师都会亲自来帮大家做诊断 并且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最专业的答复给您 好那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昨天有一位这个陈小姐打电话进来 特别谢谢现荣老师 她说她是在去年底的时候 12月26号 有利用我们的call-in专线call-in进来 问了一档股票 她当时在16块半附近 跑去放空了精彩科 那结果稍微被嘎到17块多 打电话进来问我怎么办 那幸好现荣老师当时有提醒她 这个精彩科 它是一家面板设备厂 虽然去年前三季 EPS亏了一块钱 但是进入到第四季 业绩就渴望大幅度成长上来 那特别要去注意的是技术面来看 那时候卷资比已经拉高到30% 所以现荣老师当时特别提醒她说 要小心啊 小心这种股票 小股本的公司卷资比又高 很容易在三月份四月份之前 融智人要强制回补的情况之下 会有一波嘎空行情出来 所以她当时赶快利用这个机会 刚好有回到16块多 赶快补一补 她说如果没有补 后来跟着现荣老师翻多 选股票来操作做多 不然的话这波指数涨了800点上来 没赚钱就算了 被嘎到现在 哇还反而损失惨重 所以特别打电话进来 谢谢现荣老师 那时候也提醒她 要赶快空单回补 当然这个部分也利用这个机会 提醒投资朋友 这波行情如果指数涨到现在 你都还没有赚到钱 尤其很多投资朋友 去年可能听了很多空投老师的话 被嘎空嘎了一整年之后 现在还在继续告诉你说 放空才是对的 那这个时候我只能够提醒大家 记得三月份四月份之前 融券空单就要强制回补 到时候你手上空单 会不会被补在最高档的位置呢 如果投资朋友现在还没有赚到钱 包括做多被套牢或是放空被嘎到的 都欢迎大家利用我们的免费coin专线 0800-787-588 coin进来 让现荣老师能够尽早来帮助到你 帮助你尽早能够在股市里头 有反败为胜的机会 好那回来这个盘 我们继续来谈 谈到大盘指数 我们从去年11月就已经提醒大家 年底到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呢 嘎空行情将再度的上演 那时候指数才在99100点附近 我已经提醒大家了 嘎空行情三部曲已经即将发动 但是涨到上个月中 这是在2月17号 大盘指数涨到9869高点之后呢 我们还特别提醒大家 在接下来的行情你就要小心咯 接下来观察 外资指数虽然继续换仓到 这个三月份的一个合约 仍然有报了6万多口的进多单 但是这两天 指数的一个部位 已经有明显调节在做卖超 再加上大盘的5日军量 当时已经开始下滑 跌落到10日军量以下 所以我特别叮咛大家 这一波从过年前开始发动 几乎连涨13天的资金狂潮 已经暂时告一个段落了 那指数虽然仍然是向上格局 但是不会这样一路的涨了 接下来会回复到 震荡向上格局当中 操作难度也会开始逐渐的变高 所以你会看到昨天大盘指数 下沙跌了75点 那今天虽然早盘的时候 因为美国股市昨天倒穷 哇又大涨300点 你看到美股在大涨 你有想要去追吗 你在早盘如果说跑去追乱买股票 早盘指数涨了99点 你会发现这股票真的越来越难做了 今天早盘开高反而是走低 目前还翻黑跌了9点下来 乱买股票你现在可能又会套牢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这就是我所说的 资金行情已经开始退潮的一个现象 那这样大盘指数再做一个拉回 很多投资朋友也在问我 那县荣老师这波指数你觉得 会跌到哪里去技术分析怎么看呢 那如果说关心大盘指数 想要知道大盘有可能会回挡到 哪里的投资朋友 我都欢迎大家到我的Facebook粉丝专页 或是如果智慧手机 有在用LINE的投资朋友 欢迎大家我们的LINE的官方账号 在这里已经正式的一个成立 你只要在这个LINE的好友里头 去搜寻我们的ID 小老鼠Your best team Y-O-U-R-B-E-S-T-T-E-A-M 或是把手机拿出来 这里有个QR Code直接扫描一下 就可以将县荣老师的官方账号 这个加入到你的LINE好友之中 每天收完盘 我都会有一个最新的一个 台北股市的盘后报告 那关心指数的投资朋友 我们都会针对最新大盘的价量结构 这个盘中的这个 以及筹码的流向 给大家一个完整的一个盘后报告 那在盘中我都会提醒大家 在这里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选股才是重点 那尤其当现在正如我所说的 资金狂潮已经结束 操作难度越来越高的时候 那这时候要再提醒大家 因为现在已经三月份了 那接下来你会看到上市贵公司 陆陆续续要公布去年的财报 那这个时候呢 就要提醒你一件事情 当潮水退了的时候 就会知道谁没穿裤子 同样的资金狂潮 暂时告一个段落 你要小心的是什么 投机股要特别小心 因为每年年底到第一季这段期间 往往也是我们所说的 做梦行情最容易涨的股时候 所谓的做梦行情 也就是每年这个年初的时候呢 都会有许多的公司开始说 哎呀我这个今年有什么爆发性的产业 我刚好又出到里面这个什么产品 也去沾上边也去沾点光 那这样的股票在做梦行情当中 都很容易涨上来 可是当去年的财报 以及接下来第一季财报 也快要公布的时候 这时候就要小心 只有这个所谓的一个题材 只有所谓概念的股票 甚至投机的股票 业绩没有因此真正成长的 很容易在这个时候 接下来资金狂潮结束 财报又快要公布的时候 接下来就会被打回原形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 当潮水退了 就会知道谁没穿裤子 资金狂潮将要告一个段落 投机股要特别小心 所以我在前两个礼拜 一再叮咛大家 不要再乱买股票 你当这两天行情杀下来 很多股票投机股开始下杀 你就会了解为什么县荣老师 要提醒你不要再乱买股票了 好那在这个时刻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现在操作要注意什么重点呢 回来跟大家谈 一个操盘高手在这些时刻 更要去做好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的动作 那什么叫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呢 所谓的结构 股票我把它分成四种结构 第一个潜荣雾用 第二个见荣在田 第三个飞荣在天上去 第四个抗荣优回了 那这四种结构 你要小心的是 潜荣雾用跟抗荣优回 所谓的龙代表的也就是趋势 当趋势仍然潜伏在地底 未见天日 通常产业趋势仍然持续在衰退 股价已经处于弱势阶段 都不要去贸然的摸底 相对弱势的股票也应该太弱折强 否则指数就算涨一样可能会跌 那抗荣优回的股票 事过犹不及气力将近 股价已经处于头部 看似仍强的背后 时尽末路 也当思如何下台 以免毁不当出 好所以在这里我都会提醒大家 你在这个阶段都要去 展示你手上的股票 如果已经有大户在出货 股价已经出现头部转弱讯号 该出赶快要出 如果产业趋势持续在衰退 股价处于弱势的一个阶段 在这里更要赶快太弱折强 不然指数就算涨上去 你可能一样赚不到钱 一样会赔钱 举些例子 包括像去年11月提醒李小姐 来电咨询问到的一个财经 当时不就是告诉大家 当其他投顾老师 都在电视上告诉你 财经一季会赚1块钱 股价10块钱可以很便宜 拼命买的时候 我也会提醒大家 K线形态已经出现 乌云转照顶 转弱讯号出现 报高档利多报大量 谁在卖 大户已经在出货了 要赶快跑 那不知道财经要跑的 你会看到这波的一个行情 指数的部分 其实你说不好吗 指数过去这一波 从11月到现在 它是从8879涨到9800 涨了租租将近1000点 990点 可财经的股价从那时候10块钱 现在跌到多少 7块6 对不对 你有没有发现 当你买错弱势股的时候 指数就算涨 一样会赔钱 当你大户在出货的股票 你还不晓得那个地方已经在做头了 你还在拼命买 就很容易受到伤害 不止财经 再举个例子 有微科也是一样 对不对 今年1月份的时候 苏先生打电话进来 特别问到有微科 特别叮咛股价飙涨4倍之后 一堆头股老师却在这里喊尽 那这个时候 短短5个交易日 爆出了这个39000张的大量 三分之二的股东都换人了 谁在卖啊 有没有特别叮咛 要赶快居高思维 抗龙有回 那不知道这个地方 有微科已经抗龙有回了 你会发现这波指数 过完年之后 虽然从9200又涨到9800 又涨了600点 有微科的股价却从43块 摔到剩下29块 剩下30块 一样跌了两成多 对不对 再举一个例子 像这个去年 这是2016年的2月份了 那时候报纸在告诉大家 太阳能 部分产品报价 就持续看涨 我们特别提醒你 很多报纸所讲的利多 都是假的 都是可能大户 已经趁机要来出货 要来骗你的钞票了 那当时我就说 这个地方从技术分析来看 太阳能就算第一季需求不弱 但是要提防 第二季到下半年 供需状况 将会低于市场预期 那为什么我知道 技术分析怎么看出来 这是当时的朔和 我已经发现在报纸 有利多出现的背后 大户已经在做出货 技术面已经有转弱的讯号 所以那时候600多块的朔和 我都特别叮咛大家 一定要小心避开 那如果没有去避开的 各位投资朋友 来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这一整年下来 指数从去年1月份 那时候大盘是在哪里 从7600涨到9800 涨了足足2000点 结果朔和的股价 你会发现 居然从年初600多700块 跌到现在剩下多少 跌到330 所以现在也才350 几乎就是腰斩下去 这个部分就证明了 我所说的 其实为什么我一直提醒大家 在这个阶段 你一定要赶快太弱则强 弱势股该出还是要出 大户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的股票 还是要跑 不然指数就算涨上去 像去年到现在涨了2000点 万一你买错了股票 你报错了股票 你买到硕和 对不对 现在一样赔大钱 一样腰斩 所以各位投资 这个阶段 你一定要去检视 你手上股票 如果处于我所说的 这个潜龙勿用 或是已经抗龙有毁的 该出记得还是要出 那要买 记得要买什么 股票四种结构当中 最应该把握的 就是处于 见龙在田的股票 龙代表的是趋势 正出路头角 准备大展身手 通常产业正处在萌芽期 准备进入到成长期 而股价低档开始转强 正是应该把握上车的机会 大波段操作将会有可观的获利可期 那等到股价飞龙在田上去 趋势已经如日中天 对不对 气势如虹 这时候产业在加速成长 业绩大幅上扬 也是股价最强势的阶段 但是强势股你要去追吗 你会发现前一个阶段 建龙在田的时候 你就已经提前布局好 这时候就只要牢牢警报 但是也不要得意忘形 乐观勿忘神圣 因为飞龙在田过后 很有可能也接近抗龙有毁 小心才能够使得万年传 所以做股票我都会提醒大家 你要懂得太弱则强 把这个抗龙有毁的股票 或是潜龙勿用的股票 换到我所说建龙在田的股票 这才更有机会能够去赚回来 就像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在当时推荐大家 看好新世代汽车商机 尤其汽车安全配备 特别留意4551的自身科 那时候我们特别提到自身科生产什么 它的一个汽车动力系统 加上主动式安全零组件 占它营收比重高达六成 不是说只沾点边 是真的能够因此而受惠 而且最主要它生产的控制法体 应用在包括ABS包括ESC 也就是循迹防滑系统 电子车身稳定系统 这是国内上市柜 唯一的循迹防滑系统的供应商 那再加上它应用在这个喷射引擎 涡轮增压系统的汽油高压bump 需求都在倍数成长 我们看准了它的长线爆发力 其实这个已经要出现 再加上那时候大户正在进货 趁着拉回在大户进货成本 六十几块附近的时候 正在逢低在做布局 对不对 包括在去年你这个一月份 都持续在做布局 那你会看到这就是县荣老师 在带会员做股票的方式 找到有爆发力产业 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当有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来的时候 当股价在渐融 在田阶段的时候买在低档 那后来股价飙上去了 就不用再追了 对不对 整到涨到135块 已经赚了超过一倍 100万已经变200多万了 这时候就先出一半 原始资金收回来 那你会发现差别在哪里 如果你抱着溯和 死报活报 就是不懂得换股操作 结果你溯和越套越深 到现在指数涨了2000点 没有解套 可是如果当时跟着我 把溯和换到置身科来 早就已经翻了 不止一倍上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就证明 真的只有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 这才是股市里头 赚钱最重要的关键 那在接下来 我还是提醒大家 在这个阶段 你不要去乱买股票 你要懂得做好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的动作 把潜荣勿用的股票 把抗荣有回的股票 换到渐荣再田的股票 等着它飞龙再田上去 那接下来的行情 当然我们会持续锁定 渐荣再田的股票 有爆发力的产业 仍然锁定在iPhone 8 车用电子 大数据跟物联网 但是一个关键 商机庞大 人人想分杯羹 那种投机股 只沾上边的股票 我不会碰 因为当风退的时候 摔死的都是那些猪 业绩能够因此真正成长 这才是我们要找的 所以我们只会锁定 真正有爆发力的产业 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并且不是股价飞上天了 我才去追 要在筹码面 有大户在低档进货 技术面有转强讯号出来的时候 领先带着大家来做布局 就像当时的至今 50几块我们就发现了 受惠于穿戴装置车用电子 带动它的业绩 启动成长动囊 创下新高 技术面也确认 有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所以50几块 推荐给大家 赚到一个大波段 那你说指数不好 指数在过去这一年 当时是来来回回震荡 股价一样能够因此一飞冲天 这才是我们要的 对不对 就像我们去年 这波锁定的台药 也是锁定了 它物联网跟巨量资料 都带动它的产品公币应求 业绩开始创新高 启动成长动囊 技术面确认有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领先市场买在低档 对不对 买在建龙在天时 等到飞龙在天上去 就不用再追了 对不对 甚至我也跟会员讲 这里短线部位 就先获利入带了 这就是我们做股票的方法 那接下来我会提醒大家 这个月刚好 二月营收准备即将公布 有谁又要启动成长动能 而且大户正在进货 股价正要转强 又有机会发动大波段攻势 谁又是下一支 至今 下一支台药 下一支建准 下一支联德 下一支康普呢 各位投资朋友 我们的研究团队已经在帮大家紧盯 准备第一时间去掌握 接下来业绩启动成长动能 技术面又确认有大户进货 正准备转强 有机会发动大波段攻势的股票 如果说投资朋友 你也想把握机会的话 记得机会只留给做好准备的人 欢迎大家待会休息时间 就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联络 趁着现在大盘正在拉回时 跟着我们一起来做好准备 休息一下第二阶段 马上再回来 运达狗部 接屏超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重传性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三的产业观点 下群出现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部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限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头部02-2781-0909 02-2781-0909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那最近很多投资朋友打电话 来询问献荣老师的一个 这个极品操盘团队的会员 那前阵子都看到行情非常热络 哇这个兴趣充足 这个都非常的有兴趣 结果呢 昨天大盘一个下杀75点 有投资朋友就说 哎呀那还是等一等好了啦 等过阵子行情看起来 比较安全再来做进场 那我会提醒投资朋友 就是这种心态 害了可能就是害了你 害你永远在股市当中 没有办法做到赚到钱 为什么 因为人生最大的敌人 提醒大家 就是犹豫不决的自己 就是因为你的犹豫不决 还记得就像我们在去年 在推荐自身科的时候 那时候大盘指数在哪里 在7600点附近 对不对 很多人看到 自身科 因为当时的大盘指数 这个是一个空投市场 所以不敢进场 在当时我们在推荐大家 自身科逢低布局的时候 因此犹豫不决 错过了机会 那在包括去年12月 我们在推荐 这个台药的时候 那时候也很多投资人 犹豫不决 因为担心 指数已经涨多了 7600不敢买 涨到9400当然不敢买 所以又错过了台药 错过了见准 低档布局的机会 结果就是这样子 不断的犹豫不决的时候 你会发现人生的财富 因此一次又一次的 从你眼前就这样飞过去了 所以我说人生最大的敌人 往往就是犹豫不决的自己 当你永远在那里 跌也怕 涨也怕 不敢进场的时候 你永远没有办法 成为市场当中 真正的赢家 所以这个时候 我会提醒你 Just do it 行动才是最接近 胜利的捷径 其实县荣老师 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我不是像其他投股老师 像个死多头 天天都叫你买股票 买股票 对不对 更不是一个 带你去追高杀低 7600叫你赶快股票砍一砍 川普选了美国总统 哇股市狂跌 就叫你赶快砍股票 等到9000多才叫你去追 对不对 县荣老师 每一个关键的转折 都会帮你拿捏好 包括前两个礼拜 我都有叮咛我的会员朋友 如果过年前 没把握好 这个低档卡位的机会 这时候就不要心急 不要乱买了 我们在等待的是什么 就是等待像最近大盘开始拉回 又有冲容布局的机会 等待的也是在接下来 这个二月份营收要公布 又有哪些新黑马 可以冲容的来做布局 所以提醒大家 行动是最接近胜利的捷径 机会只会留给做好准备的人 当潮水退的时候 就会知道谁没穿裤子 可是反过来来讲 潮水退的时候 也就会知道谁有穿裤子了 对不对 也就是当资金行情开始狂潮退了 指数不会这样天天涨 可是也正可以看得出来 好股票的价值在这里 在这里更能够去掌握到 来帮你稳稳赚到钱的一个机会 所以在这个阶段 我会提醒你不是不能买 但是就不要去乱买 不要看到股价大涨就乱追 看到急拉就去乱抢 看到报纸有利多 就信以为真跑去买 看到电视上有谁在报名牌 说什么股票也是某某概念股 没做好研究你跑去乱买 在接下来都很容易受到伤 那接下来只要去锁定 有爆发力产业 有竞争力的公司 业绩真的会成长的好公司 那就像我们锁定的四大明星产业 过去我们就只会锁定 业绩能够因此真正成长的好公司 未来我们仍然是这样子 就像我们过去推荐的自身科 怎么样帮会员朋友赚上来的 就像我们过去推荐的台药 怎么样帮会员朋友赚上来的 就像我们这一波锁定的见准 怎么样帮会员朋友赚上来的 就像我们锁定的一个联德 不都是一个一个锁定 有爆发力产业底下 业绩真的会成长的好公司 确认技术面有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才会推荐给会员朋友 帮会员朋友掌握一个又一个波段利润 康普也是这样 锁定到电动车产业 业绩开始确认创新高 技术面确认有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才会带着会员朋友买进 对不对 那接下来2月份营收即将公布 又有谁即将启动成长动能 而且大户在进货 股价正要转强 有机会发动大波段攻势 我们极品操盘团队 所有研究同仁 正在帮大家紧盯 紧盯一旦确认 又有机会成为下一只至今 下一只台药 下一只见准 下一只联德 下一只康普 就会第一时间带着会员朋友 领先市场买在低档 掌握大波段获利的机会 那只能够提醒大家 机会只留给做好准备的人 想把握下一只台药 下一只康普的投资朋友 欢迎大家来电指名加入 现荣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带着你领先市场买在低档 带着你掌握大波段获利良机 好好把握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平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